我19年就去上課了 我那時候對武術有興趣 然後我又不想學傳統武術 想學一個可以打架的武術 剛好那時候泰拳館在樓下 就在下面的專家 所以我空班就會下去 練完然後再回來上班 打拳在於你整身的協調 因為你的力是從地板傳到你的腳 跨 腰 上肩膀然後才放手 在出拳的時候你的手是不用力的 因為你用力你的速度會變慢 所以你是放鬆的 所以打泰拳教練都會說 SAPI SAPI 就是輕鬆 所以肩膀要放下來 你受過訓練 所以你身上會有記憶 就跟在做菜一樣 你腦袋想的 但是你的手腳跟不上你想的 比如說你想切很快有沒有 但是你的身體就是沒有辦法切很快啊 因為你沒有受過訓練啊 所以如果你這件事情來說 中文台語都一樣 叫功夫 港呼 那武功武術也是叫功夫 說這個師傅功夫很好 那功夫從哪裡啊 時間 我們的訓練真的很乏味喔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受得到 有的人很不喜歡跳繩 但是跳是訓練你的心肺 訓練你的腳踝 因為你打拳需要腳步站得穩 還有小腿的力量 啊你跳繩都跳不好 你腳怎麼會站得穩 你踢怎麼會有力 對於我們技術性的工作一樣啊 技術要打得很穩啊 你才沒有辦法提升你自己 而不是你先去砸七砸八學一堆 動拼拼 動臭臭 我們要注意人家注意不到的地方 有時候他會超乎你的香屁乳好 他可能他在備注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說 他不想吃太深 或者是你是左撇子 我們可能看到你杯子晃過去之後 我們可能會幫你把餐具的 刀叉左右互換 就是不動聲色去做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無關於高不高級 無關於信不信 它是一個態度 因為你講那些做這些事情 你會不會少一塊肉 有知覺的客人 他會感覺得到 沒有壓力啊 我知道可能你先聽到這句話會不開心 很多人聽到這句話會不開心 但我講的是事實 有些東西一輩子有過一次可以的 但我一開始的夢就是不想要看起來這麼用重 選了一個我覺得我有興趣的運動去做 那你練的時候你才會說 原來他裡面的技巧 他裡面的一些狀態 是所謂的附加價值 像我講的修身養性 然後你練拳你練冷靜 你不能慌 教練常講的 心不能太熱 他們的熱是造熱 不是熱情 你如果戰勝你自己 如果控制你自己 我想要做這個動作 我能不能做得到 當我被打得一塌糊塗 或是我被連續接幾個組合之後 我能不能穩下來 重新找回自己的節奏 然後心要大 不是去要把對手打敗或打死 是如何自己不被打敗